建议私有化的过程比较拖得很长 经过几次的尝试又不成功 今次虽然股东会是通过私有化 但是在发愿跟金钱会的加入的调查 出现一些变数 现在股价当然停牌前是4块钱以下 收购私有化的价格是4.5元每2港元 要是这一次因为金钱会的加入调查 结果是私有化不能成功的话 肯定这股价会向下跌的比较多 但我相信大概是之前的3块钱一股 大概是比较大的支持 当然要是真的私有化成功了 当然是4.5元 这边私有化的价钱已经一早已经定了 但要是私有化告退 所以我相信之后的管理层跟主要股东还会尝试的 再进行私有化的 所以要是股价大一点以后 股民反正都已经股价就跌了 可能只有等待的股东 当股东再一次的私有化的过程 可以有比较好的机会 将手上的股票买出 是否正好 在这方面当股价格之内 您可以享受了 那么这块śli 我们要做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要做的 很多肉